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将一同探索中国娱乐界两位备受瞩目的明星王一博和肖战的独特之处和引发人好奇的原因。 这两位明星不仅因其出色的外貌而备受喜爱,还因其特殊的才华和品格而备受推崇。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王一博,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男演员、歌手和舞者。 人们之所以喜爱王一博,不仅因为他多才多艺的才华,还因为他谦逊的性格和对工作的热情。 从在屏幕上多样化的表现,从演员到舞者再到歌手,王一博已经征服了不仅是粉丝们的心,还有娱乐界前辈的心。 至于肖战,他是在娱乐界和高端社交圈内迅速展露头角的名字。 这不仅因为他完美的外貌,还因为他充满自信、才华横溢和诱人的风采。 肖战吸引了许多豪华品牌和高端市场的关注,使他成为这个市场理想的广告目标。 那么,为什么王一博和肖战能够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喜爱,尤其是娱乐界和高端社交圈的前辈们呢? 让我们一同关注并探索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娱乐世界中充满趣味的旅程。 感谢各位观众与我们一同同行,让我们一起探索王一博和肖战充满神秘的世界。 王一博,对于粉丝和娱乐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已不再陌生。 他的受欢迎不仅来自观众,也来自那些前辈,那些在行业中有多年经验的前辈们。 故事始于幕后,王一博在那里与于东、黄博和刘嘉玲分享了他的想法和经历。 从第一眼开始,他就用灿烂的笑容和友好的问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优雅和自信是周围的人不禁钦佩。 当他离开竞技场时,他没有忘记以礼貌和真诚的方式向人们告别,表达了对所有人的感激和尊重,不管他们是谁。 过路人和娱乐业内人的评论进一步证实了王一博的品质。 他们说他本来就聪明且心怀感激,以及行为优雅,自信而直率。 这些不仅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也是行业中年长者所欣赏的品德。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王一博通过每一个小动作表现出的真诚和谦逊是对任何人的宝贵教训。 这进一步阐明了为什么王一博,尽管年轻,却能得到许多代人的尊重和喜爱。 他是人们心中的明星,不仅因为他的才华,也因为他对待周围人的方式。 王一博以他的努力和责任感,已经成为娱乐行业的理想典范。 肖战为何成为高奢的追逐对象? 打破常规,之因他IS无限可能。 法国高奢品牌保湿龙喜提肖战为全球品牌代言人,让瞎圈沸腾,让观者惊叹。 至此,肖战已是名副其实的七奢代言人,置顶风光无人可及,商业价值为战独尊。 而肖战一再刷新内于商务标杆,世人一方面佩服肖战的实力与影响力,另一方面也非常好奇高奢为何对肖战情有独钟。 只想说,顶奢与顶流向来是绝配,而肖战更有着前人所不惧的独特风范。 肖战开辟的高奢圣景是前所未有的。 保湿龙全无繁文入节,也全无欲热,直接观宣肖战为全球品牌代言人,让各家饭圈简直不敢相信。 说好的考察呢?那一套套程序呢?都是摆设嘛。 只想说,规矩看人,只因你不是肖战。 观宣肖战后,就像吹响了冲锋的号角,守夜顿时珠光宝气,比比赛单长的看不到头,让人下拉到手软眼花。 比如观宣三,四个小时西安善电晒单,逆极而美观,谁能想到这是高奢珠宝的牌面,而不是超市打折的场面。 举一反三,全国将是怎样的天文数字? 而这还是有无数人没排上队,没法晒单的结果。 这真是肖战振臂,奥龙如潮而上。 看着这一笔笔晒单,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不得不说,对万千粉丝来说,肖战是那个唯一心甘情愿付出真金白银的人,是亲人之外最亲的人。 而如肖战这般的凝聚力与带动力,纵懒内娱,绝无仅有。 肖战出众的人品魅力,过人的演艺实力像一个磁场,吸引着方方面面优秀的人,吸引着强大中国的中坚力量,当然大部分是女性,当然也造福了万千男性群体。 又倒是,捐低细流汇聚成磅礴伟力。 肖战身后是强大中国最具消费能力的庞大群体。 话说回来,宝石龙主银珠宝,万表,相分。 这与肖战已有的代言多有重复,其中不乏格之,真历时这样的高奢。 那么是什么让高奢宁可肖战竞品再深,也要签约,还给予最高Title呢? 如上文所说,肖战拥有内娱最强消费群体是其一。 另一方面,肖战挖掘不尽的实力才华,未来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是高奢一致看好他的根本原因。 在一片晒单中,一位奥龙说的话深感认同。那就是奥龙队伍绝对是扩容了。 很多人以为文明已久著名奥龙的41万家的大单就是最大的了,后面却出来70万,170万,甚至500万的巨单。 这是用真金白银证明了,肖战今年这三部剧的播出,或真价时地吸引了无数粉丝,和更多优秀而杰出的人物。 肖战有效播剧已不足以形容,肖战的剧这是妥妥的奥龙阳ZHI基地啊。 若说肖战官宣的盛景是表象,那么总裁和开云霸霸的语意深刻,才是内在的实质,而肖战就是这表合里的完美统一。 总裁称肖战有着潇洒自艺的魅力型格和鲜活个性完美诠释了世家精神。 开云霸霸说,与肖战共赴新城,焕然世家精神与创意表达。 我们可以提炼一下,那就是肖战个性而勇于创新的精神征服了品牌霸霸。 讲真,内于从不缺才华横溢的人,而肖战以鲜明的个性魅力吸粉无数,以无限创新的精神登阶而上,屡攀实力高峰,拥有无限可能。 高奢群起追逐肖战,是因他称得起局面,有着无人能敌的底气。 有些人世上多大舞台丢多大人,肖战是无论多大的舞台,都能震住场,成为焦点,进展国际巨星风范,令西方为东方魅力而折腰,这一点不服不行。 淡淡想说,高奢群为何对肖战情有独钟,归根结底,肖战有着强悍实力又有着无限张力。 万千粉丝总是为肖战的一次次亮相而惊艳,为他的一步步作品而叹服,高奢何尝不是如此,从而对肖战寄予着厚望和期许。 正向总裁爸爸所说,选择肖战,对于品牌全球战略至关重要。 因为肖战脚步是更高峰,肖战的未来是全世界,这一点肉眼可见,这一点已深入人心,肖战是无限可能。 本文由淡淡闲聊原创,喜欢就常按点赞三连哦。 世事无常,文海浩瀚,相遇及有缘,点击关注,让我们一路同行。 杨颖看风马秀事情持续发酵,细心网友扒出,他疑似与光亮会有牵连。 阿根说讲国际。 2023年11月8日17点37分。 福建。 随着Angela Baby杨颖和张佳妮观看风马秀表演的消息流出,这场风波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这一事件牵扯到了明星、光明慧,以及对艺人行为和社会价值观的挑战。 央视的快速反映表明事件的重要性,而某平台账号删除了Angela Baby杨颖相关内容,这也引发了更多质疑。 虽然Angela Baby杨颖表面上保持沉默,但网上涌现出各种洗白言论,声称他只是偶然出现在现场,对于这种说法,大部分网友并不相信。 这一事件引发了更深层次的疑问,是否Angela Baby杨颖与光明慧有关联。 一些细心的网友发现了一些令人怀疑的证据,比如他时装周的服装上戴有光明慧的标志,而Lisa之前也戴过相同标志的首饰。 虽然这些迹象可能是巧合,但最近关于Lisa和风马秀的争议让这些线索更加引人关注。 艺人团队通常非常关注舆论,因此难以理解他们是否有意无意地与光明慧扯上关系。 此外,有网友发现Angela Baby杨颖早年在某平台发布的视频中也出现了光明慧的标志,这加深了人们的疑虑。 尽管艺人方面尚未做出任何回应,但粉丝们一直在积极为其辩护,声称他只是被恶意抹黑。 然而,粉丝的洗白言论很难占得住脚。 在这一事件中,不仅有可能损害品牌形象,还可能影响资源分配。 最近正值国庆敏感时期,这可能是他们不愿意公开回应的原因。 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已经对Angela Baby杨颖的声誉造成了重大损害,而他现在似乎正在采取低调的策略来处理这一问题。 然而,装死可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一事件的影响可能会一直伴随着他,甚至影响到他参与的项目,比如目前已经暂停的跑男宣传。 或许Angela Baby杨颖没有预料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但无论如何,他的路人员在这一事件中彻底崩塌。 此外,有人认为去观看风马秀或者参与其中的人并没有错,但这个观点可能需要更多的思考。 又一部老电影《姐姐妹妹》站起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风马秀的舞者们可能属于社会的底层,与大多数粉丝和Angela Baby杨颖不在同一阶层。 这一观点提醒我们,女性的苦难在于被视为身体化的象征,自由并不等同于裸露,而是敢于拒绝裸露。 汤维的经历就是一个例证,她虽然也是高收入群体的一员,但她在为艺术现身的道路上所面临的困难仍然巨大,更不用说普通女性了。 无论是去观看风马秀的艺人还是参与其中的舞者,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并不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产业链的问题。 资源有限,而这份苦果却需要那些不得不裸露的女性来承受。 从以前Lis和风马秀舞者的合影中就能看出,她占据了C位,穿着相对得体但仍然暴露的演出服,而其他舞者只能拼命遮住自己,强颜欢笑,为了生计不得不配合Lis完成这场表演。 这些女性已经麻木于生活的苦难,对于那些为其欢乐而裸露的人,他们很难理解。 与女性艺人不同,这些风马秀的舞者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的苦难常常被忽视,而艺人的介入可能会让他们的希望更加渺茫。 这引发了对Angela Baby杨颖和光明慧的牵连的质疑,也让人们对明星行为与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产生更多的担忧。 Angela Baby杨颖或许想要借此机会跻身国际舞台,但她的方式值得反思。 她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有多种其他方式与国际品牌合作,而非去一个备受争议的场所。 她的行为引发了人们对她到底是在支持光明慧还是被其利用的质疑。 在这个情况下,她可以选择承认自己的行为,同时表达对风马秀不符合核心价值观的担忧,鼓励女孩们保持健康的三观。 这种公关思路可能更能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总的来说,Angela Baby杨颖和光明慧之间是否存在牵连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这一事件引发了对明星行为、社会价值观和女性权益的广泛讨论。 明星行为应该受到更多的审查,以确保她们不会给社会价值观和女性权益带来负面影响。 无论明星还是普通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保护他人的尊严和权益。 在当代社交媒体的浪潮下,名人们的每一个行动都会被数百万人关注、评论和传播。 尤其是女性名人,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广泛的监视。 最近,一些中国女性名人如杨颖、Angela Baby、张佳妮等参观了风马秀,这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这篇文章将探讨这一话题,不仅关注名人的行为,还考察社会对女性名人的期望、权力和社会责任。 娱乐业一直以来都与名人生活紧密相连,它既是表演和艺术的舞台,也是创造财富的机会。 中国的明星们在娱乐界有着巨大的粉丝基础,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常常备受瞩目。 在社交媒体时代,名人的生活变得更加透明,而且他们需要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自己的公众形象。 首先,我们需要强调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娱乐活动。 无论是去看一场音乐会、参观一个博物馆还是观看一部电影, 娱乐是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一个人在工作之余寻求放松和愉悦的途径。 女性名人与其他人一样,也享有这种自由。 她们有权利选择她们感兴趣的活动,包括观看风马秀。 然而,正是因为她们是公众人物,她们的行为会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这也意味着她们的选择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正是在这个层面,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讨名人的社会责任。 作为名人,特别是女性名人,她们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常常超越了国界。 因此,她们在选择娱乐活动时,需要考虑到社会的多重层面。 这并不是要求她们牺牲自己的自由,而是要求她们在选择时更加敏感地考虑到社会和文化的背景。 参观风马秀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种表演以裸露和性感为主题,旨在满足男性观众的欲望。 尽管这是一种娱乐,但它也涉及到性别、身体和权力的问题。 名人们的参与可能会被解读为对这种性化娱乐的默许, 进而加强了对女性的物化和性别不平等的看法。 在这一点上,名人需要认识到她们的行为对广大女性社群产生的影响, 以及她们作为榜样的责任。 名人的行为往往会被模仿,尤其是那些年轻的粉丝。 在社交媒体时代,名人的每个动向都会迅速传播, 因此她们需要更加谨慎地选择自己的行为。 对于年轻女性来说,她们可能会把名人视为榜样, 因此名人的决定对于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有巨大的影响。 当一位女性名人参观了风马秀, 她的行为可能会被年轻女性误解为正常或者受欢迎的行为。 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年轻女性认为, 性化表演是一种普遍受欢迎的行为, 进而影响到她们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心。 这种影响可能是深远的, 因此名人需要谨慎地权衡自己的行为和社会影响。 女性名人的社会责任不仅仅体现在她们的个人选择, 还体现在她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表态。 正如徐焦在争议中发声一样, 名人可以利用自己的声音来呼吁关注性别平等, 女性权益和社会正义。 她们可以通过发表言论, 支持慈善机构或倡导重要社会议题来影响社会变革。 名人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特权, 她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 在性别平等问题上, 名人的言论和行动可以帮助消除刻板印象, 打破性别壁垒, 为女性争取更多的权益。 因此,名人需要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并发挥积极的社会影响。 女性名人的行为和社会责任是一个复杂的话题。 她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娱乐活动, 但也需要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影响力。 在社交媒体时代, 名人的每个决定都可能对广大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对年轻女性。 因此, 名人需要更加谨慎地权衡自己的行为, 以及在社会问题上发声, 为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争取更多的支持。 只有通过集体努力, 我们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平等和包容的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